這件應該都是晚安小雞的這個新聞 但是晚安小雞這裡我要抨擊你一下 這蜜這個詞不好 你一定要展示大哥的風度 一定要用US 小雞跟小阿鬧啊 在裡面應該會過得很不好 感覺出不來了 晚安小雞跟阿鬧 是去 所謂的抹黑柬埔寨 那柬埔寨人又聽不懂他們說話 比如說真的知道他們 做了什麼事情進來的話 肯定在裡面要打死他 有翻譯 你他X以為是你家啊 你以為你去領事館啊 那監獄還配一個翻譯給你哦 哈哈哈哈 你想想看在台灣整天造假 來來去去其實說真的 一次兩次都是鬼屋啊 遇到一下遇到屍體 一下遇到鬼 一下遇到咬佈生 一下遇到人要砍他 說真的 這些菜吃久也會膩啦 大家可能真的沒有想過 他X的 平常在台灣炒這個菜炒得好好的 跑去柬埔寨炒一個 他X完蛋 人都沒了 那些什麼 相信晚安小雞的什麼影片 是真的那些人 其實我說 說坦白一點啦 都是弱智啦 我真的希望他們 兩年之後出來還能 吃一條好漢啦 不要斷手斷腳 最後真的要給他拍開手 沒有他 你們哪有兩篇的笑話可以笑 柬埔寨呢 他不是你想來就來的 想走就走的 旁白哥報報 TOWIS 轟晚安小雞 所有語音 龍喜 Gay 相信的人都是智障 最近應該都是 晚安小雞的這個新聞啦 台灣兩大丟臉 丟到國外的網紅 各位覺得是誰更丟臉呢 去年去日本 說人家肯德基很難吃的那個吧 再怎麼樣 蔡阿嘎都選不上啦 拜託 我覺得蔡阿嘎在說實話啊 很像堅果寨的身上 跟你說真正的抱歉 嗯 非常對不起 來 送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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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晚安小雞這裡 我要抨擊你一下 這蜜這個詞 不 你一定要展示大哥的風度 一定要用US 晚安小雞現在的內心 一定是極度後悔的 他不會像超派一樣 從來一次 他還是會造假 時間如果再倒回一次的話 我還是會揍他 他不會說出這種話 因為嚇到了 你知道嗎 嚇到了 真的嚇到了 誰知道馬上要被關進去啊 就把安小雞跟阿鬧 是去 所謂的抹黑 柬埔寨 那柬埔寨人 又聽不懂他們說話 比如說真的知道他們 做了什麼事情進來的話 肯定在裡面 要打什麼 有翻譯 你他X以為是你家啊 你以為你去領事館啊 那監獄還配一個翻譯給你哦 哈哈哈哈 無論是任何一個靈探 的這個頻道 或視頻 或影片 或短影音 對我來說都一樣 只要能夠拍到東西 都是假的 就是能拍到東西的 都1000% 是作假 不是說我不信沒有神鬼這種東西 我甚至是 我是相信的 甚至我很相信有外國人 不是外星人 不是外國人 我相信有外星人 但是你整天賣弄神鬼這種東西 我認為啦 都是騙的啦 那些什麼 相信晚安小雞的什麼影片 是真的那些 其實我說說坦白一點啦 都是弱智啦 拍謝拍謝 還有嘴秋 拍謝拍謝 你想想看在台灣 整天造假 來來去去 其實說真的 一次兩次都是鬼屋啊 遇到一下遇到 屍體 一下遇到鬼 一下遇到 腳步聲 一下遇到 人要砍他 說真的 裡面有人在嗎 這些菜吃酒也會膩啦 總要來一些 新滿意 新滿意怎麼搞啊 喔喔 阿嫂 我們去 柬埔寨 假裝我們去 KK園區 然後你假裝是軍人 了不了 你真的是鬼才耶 好重 NO 完蛋 出事了 大家可能真的沒有想過 他媽的 平常在台灣炒這個菜 炒得好好的 跑去柬埔寨炒一個 他媽的完蛋 人都沒了 我真的希望他們兩年之後 出來還能 吃一條好漢 不要斷手斷腳 最後真的要給他 太開心了 沒有他 你們哪有兩天的笑話 可以笑 柬埔寨呢 他不是你想來就來的 想走就走 產力娛樂新聞 意義沉寸感不倒